好 主播马上带您来关心台北市的国民党籍的议员 三连霸议员陈崇文今天早上是遭到了约谈 那这个连政署的人员大约在上午九点多的时候 就来到了这个陈崇文的议会办公室进行搜索 那气氛是相当诡决 不过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到 因为其实陈崇文呢 他是被指控是因为有涉嫌到监视企业者 接受监视器业者招待 那多次呢也是在这个议会的咨询期间 是替这个监视器的业者来进行护航 那也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遭到了点减单位的这个搜索 那搜索行动现在是还没有结束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现场呢 大门是深锁的 那所有的人包含陈崇文都还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而其实这个监视器系统的案件 其实是源自于全国的这个幼儿园 虐童事件的意外频传 那台北市有147间的公立幼儿园 那在这个公共空间的教室 也会有设置监视器的需求 那也有业者来关注 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那找了陈崇文来做聊聊天的动作 那也有招待他 那因此呢陈崇文也在议会的执询期间 甚至在之前党团的期间 也都有替这个监视器业者来说话 那疑似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整个联检单位来盯上 是不是有过度的这样子的交流 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而今天早上的搜索是从9点左右开始 那大约有5名的这个人员 是进到他的办公室搜索 而现在整个搜索状况 也都还持续在进行当中 赛部会有什么样子的动作呢 目前也还没有进一步的资讯透露 而我们也会持续带您来关心罪行的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同类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